李嘉诚内地 逆家贩卖楼 吴厌芝 狗折抛北京豪宅 全许家印 为规避债务风险 完成技术性离婚 掩耳盗灵做堂鸟 中共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 中共国安部 自爆体制外人士 早见敢死队 谋划武装政变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8月17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纪元头条》 我是雪儿 近来中国房地产 以及金融圈 接年经爆债务违约 在这个敏感时刻 李嘉诚继七折抛售香港房产之后 近日他再次以九折 抛售在北京的豪华房产御翠园 还取消了事前预定的授钱验资 似乎难以掩饰这次李嘉诚走得很急 释放出最后撤离内地的重大信号 8月16日 六媒时代财经报导 李嘉诚长实集团 在位于北京朝阳区 东四环开发的楼盘御翠园 将在11月中下旬获批开盘 各方原本预估售价至少每平米 人民币10万到11万起跳 不过最新获批的九栋楼 473个单位的预售价 却以每平米介于9672到99744人民币之间 这个价格低于原市场预估的近一成 报导说预翠园预售价下调 突显当前北京新楼 尤其是豪宅卖不动 预翠园是长实集团在2001年获得的开发项目 开发周期长达22年 也是长实集团在北京的最后一个项目 对于这个楼盘 长实集团去年11月2日规定 如果想购买预翠园的平层或联牌别墅 买楼人的银行户口 至少有存款50万或100万人民币 同时还需要提供名下200万或800万的首期 包括存款、理财、股票证明 不过负责销售预翠园的业者透露 现在长实集团已取消了上述 验肢看楼的规定 直接预约即可 大陆传媒称 李嘉诚家族正在加速清盘 分析认为 这是李嘉诚家族不再看好内地市场 是最后撤离内地的重大信号 除了北京豪宅项目 李嘉诚家族近年来不断清仓他在大陆的资产 今年以来旗下的跨国零售集团 Watson市几乎每天生一间在中国大陆的门店 今年5月 李嘉诚基金会减持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2,249.3万股H股 总金额约为1.22亿港元 2021年 卖了位于上海市 静安区的上海世纪成汇广场等 值得提的是 约两个星期前 8月3日 长实集团亦大幅降价 以7折出售在香港的地产 亲海站2 此举引发了香港地产圈的震动 被称为向香港楼市投了一伙深水炸弹 台湾传媒大佬谢金河认为 香港8年来房地产鼎盛 这次李超人急着抛香港地产 绝对是大变化的起点 香港资深传媒人颜纯欧说 李嘉诚此举只有一个出发点 就是他对香港未来投一张不信任票 这个不是一个楼市讯号 也不是一个经济讯号 这个是一个政治讯号 中国恒大8月14日晚 发布一系列公告 其中关于许家印妻子丁玉梅的表述 引起市场关注 公告未称丁玉梅是许家印的配偶 而是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 消息很快在社交平台热传 公告中的这项描述引发许家印离婚猜测 被质疑是许家印规避债务风险的技术性离婚 丁玉梅可以藉此在财务上和许家印进行分割 规避债务等问题 之前中国恒大发布的2021年中期报告中 丁玉梅仍然以许太太的名义出现 此外在2021年年底 许家印和丁玉梅共同出售中国恒大12亿股股票 作为一致行动人 持有比重从76.69%降至67.87% 那许家印是否已离婚 目前仍然无法证实 恒大12号回应离婚传言时表示不清楚、无消息 采用技术性离婚是否能达到规备债务 腾讯新闻前往引述一位权威法律人士表示 中国法律规定虽然丁玉梅离婚 在婚内产生的共同债务依然要共同上还 离婚无法自将个人债务和夫妻共同债务分开 这位法律人士亦分析 许家印和丁玉梅两人之间 可能已达成某项依法分改的协议 彼此不再是关联方 但因为关联方的法律界定不单只限于夫妻关系 所以并不能判许许家印和丁玉梅已离婚 婚姻问题被市场质疑的背后 是恒大支不抵债的现状 直到去年底 恒大负债总额高达人民币2.43万亿元 总资产人民币1.83万亿元 如果租破产清算 公司净值大概人民币付的6千亿元 中国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 逐月破纪录 4月为20.4% 5月为20.8% 6月上升为21.3% 那7月份是多少 中共国家统计局给出的答案是 暂时不公布 这个举措令外界惊讶 更加担忧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 15日中共国家统计局突然宣布 8月起暂停发布青年人等年龄段的失业率 理由是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毕业前找工的学生 是否应该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 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需要进一步研究 中共给出的理由根本算不上理由 人口统计失业率统计 在校学生是不是纳入劳动力统计 这些都是非常成熟的方法 不仅西方国家早就有了 就是在中国也至少使用几十年了 这些都是有标准的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 青年失业率从2023年1月份开始 就逐月攀升 6月份更是达到21.3% 創下2018年来的新高 就是这个21% 也很可能是低估了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当局继续公布数字的话 那么太高了会引发社会恐慌 太低了和一般人的感受不符合 更会引发不满 所以他干脆不公布 装傻 上个月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 在财新网发表的研究指出 中国青年失业率被严重低估 3月份青年实际失业率最高达到46.5% 目前中国经济三架马车都熄火 房地产、科技和教育业也遭受重创 六媒披露 中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的青年旅馆 仍然擠满找不到工作的失业青年 他们日间无所事事 入夜之后更萌生和社会脱节的感触 《中国三联生活周刊》更日报道 现年28岁来自广西房城港的黄欣 就是居窝青女的待业青年之一 原本打算毕业后考研究所 但就发现自己对于读研没有热成 于是回老家开英语加教班 起初朋友负责招生与业务 他专责教学 并且说我的学生都是国企老总 法院院长等人的小孩 不是很计较補货的钱 所以收入不错做得也开心 但好景不常 中央颁布商减政策强监管保教业 黄欣瞬间失业 于是他决定去大城市广州找一下机会 直到现在 一个月过去 黄欣不确定是否能在广州找到满意的工作 亦不确定还要在广州留多久 而且漸漸发觉 没有工作的日子内心很难真正放松 整日无所事事 很难找回原来的生活节奏 而今年夏天 好像黄欣当初一样的高校毕业生 正在涌入社会 人数创下历史新高高达1200万 毕业生因此面临着史上最难求职季 原南方周末一名资深编辑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真实失业率应该非常高 新毕业的大学生中 可能八成都没工作 中国青年失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 而中国社会的矛盾来自中共的统治 中共为了保自己的政权 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导致经济走入死胡同 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经济数据显示 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 都出现全线下滑 无力接受这么庞大的就业人群 根据统计 反映消费状况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月同比增长2.5% 是去年12月以来最低 连续三个月放缓 7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 亦低于上个月的4.4% 7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下跌了8.3% 为阻止经济的持续下滑 同一日央行宣布再度降低政策利率以刺激经济 但很快离岸人民币跌破1美元 对人民币7.31元 经济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正经历痛苦的转型期 今年的GDP增长可能会低于 中共政府制定的5%的目标 中国经济正在掉一个看不到底的黑洞 近日中共国安部承认 有体制内退休干部密贸武装政变 非常罕见引发关注 中共国安部15号在公众号发文 披露一宗所谓密贸实施暴力行动 网图颠覆国家政权案例 声称真面反映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敌情形势 据了解 案件当事人中国云南省学校退休干部指销 长期在网上发表所谓反动言论 因为不满中共作为 他在2016年策划从外国购买武器 并在中国境内招募敢死队 企图推翻政权 行动并名为中国搬家西工程 他计划在2017年过年期间 特集云南昆明派出索 并计划如果敢死队行动成功 他将会透过网上公布政治诉求 但在策划阶段被中共察觉 相关人员亦一起被捕 当局在2019年判住他四年有期徒刑 智情人透露 指销原本是体制内一元 因为八九六四走上異议和反抗的道路 上次被捕实际是因为要求习近平下台 其实这个事情才是他当时被抓的一个原因 其实在我们看来 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反对习近平搞终身制 搞地制这样的一个事情 案件已经时隔六年 现在在敏感时期 国安公布这类当局最忌位的谋反案件 有什么容易引发各种猜测 现在就是青年失业率达到20%以上 他们都不敢公布了 中共一向是以这种四面树敌 内外树敌 那么树一些敌人 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就是把这很多问题归结到 比方说外来势力啊 或者这些所谓的这种间谍啊等等这些 这个很像毛的时候 鼓励人们互相揭发检举 习近平最近对整个国安系统进行整顿 要求下属终成第一 现在更抛出这个案例 被认为形势极为紧张 有分析认为 在高压下 不排除体制内有人 低级红高级黑 不然把这个案例这样的推出来 其实呢非常耐人寻味 那么是不是国安系统内部 某些人也在对习近平 比起红高级黑呢 所以不管它官方上怎么解释这个案例 但实际上这个案例的公布 它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刺激和兴奋 它在客观上可能会促使更多的人 起来反对习近平 今天的《纪元头条》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 收获真相永不放弃 再请大家订阅我们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帮助我们的频道继续营养下去 我是雪儿 明天见